宜蘭縣長林茲廟才剛上台 就有人拿白布條衝進來 議長立刻上前阻止 布條上寫著大大的反對家族干政 民進黨黨團包圍議會報到台 林茲廟致辭一度被打斷 議長最後乾脆宣布解散 選戰越來越近宜蘭縣藍綠兩黨先後開嗆 國民黨議員王鴻威以及張思剛日前控訴 民進黨參選人江聰淵 但將大學碩士論文40%涉嫌抄襲 來源一共八個論文 其中四個完全沒標註 就像一輛拼裝車毫無學術價值 另外民眾黨宜蘭縣參選人陳婉慧也指控江聰淵 涉嫌圖利建商把宜蘭市昆門5段1162地號 每瓶市值100萬的土地 以每瓶14萬建價賣出 懷疑地方官暗中協助建商金主 住戶也因此被迫遷離 對此江聰淵也反擊 林茲廟因貪污官司纏身 被民進黨咬著不放 另一方面 將聰明面對種種指控 事實真相都還沒有結果 距離選戰越來越接近 雙方炮火也越猛烈 TVN新聞